为什么今天会传这个陈银柱跟王立玲十多个人 那最新消息是指说 包括简连现在已经在这个柯文哲的USB上面呢 又新的一个解密了 就说由橘子许子瑜所经手的 有陈银柱捐了300万 300万给柯文哲 那是完全是用在民众党的这个台坡大楼上面 所以陈银柱跟这个柯文哲有300万的金流 而且就在柯文哲的这个USB上面 今天减掉了一个最新的解密 所以为什么这个陈银柱 那陈银柱今天被访问的时候 还说他不认识柯文哲 那这个我是觉得有点尴尬 你不认识柯文哲 你就可以捐300万给他 那认识那你是要捐多少呢 那接下来今天还有更大咖的 包括这个东森集团总裁王令玲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东森电视的张高祥 那另外还有一个现在的是 这个基隆市的副市长邱佩玲也被约谈 那邱佩玲当然了 大家不会不要联想什么跟霸梁 那没有关系啦 那个邱佩玲因为之前是在这个东森集团 也担任过高层 那是不是说这些人 我认为就是说 今天媒体讲说什么跟金华城有关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没有相关了 应该是检调在追查 所谓的政治现金案当中 包括今天有这个新的 就是说之前是这个时代力量 就已经讲过了 就说当时2022年黄珊珊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王令玲也用旗下的21位的人头 各捐10万给了黄珊珊 对21个人 所以怎么这么巧又是210万 我觉得民众党好爱210万 这个之前金华城是7个人捐30万 那黄珊珊是21个人捐10万 都是210万 等于说王令玲这个部分 到底是跟黄珊珊 有没有什么样的对价关系 这个要紧接着来看 那我稍微再补充一下 就说刚刚这个勇哥一开始的时候 一直在讲那个橘子实习生的部分 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很感慨 因为我们长期是跑柯文哲 柯文哲他不是说他什么 财团刀叉吃人肉吗 所以你现在可以赫然发现说 柯文哲不但跟这个朱雅虎 跟这个威京集团 这个不是也是财团吗 跟远雄也是财团 现在王令玲也是财团 那怎么都是你自己在说 刀叉吃人肉 结果没想到 你都跟财团这么的密切 那刚刚又讲到橘子 橘子不是是实习生吗 刚刚勇哥一直在批判 这个实习生的制度 确实是不合理 可是柯文哲当时 他第一个用的实习生是谁 是现在某议员的儿子 某议员的儿子 他现在也是新北市议员 因为当时这个某议员的儿子 他的资历是空白的 所以就让他先用实习生 第一个用实习生的制度 让他到台北市政府 来这边来洗白 就让他有一个资历 结果当时 那个柯文哲里面的幕僚 就有人在批判说 不可以这样 你这个怎么可以 制造实习生制度 结果柯文哲不但没有买单 反而他的实习生制度 不只来自正二代 他连这个金三代 就连这个财团的三代 都让他进来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 小方所讲的 什么交信的 什么元大的 这个都让他进来了 那为什么 怎么这么巧 全部这些财团的第三代 都给橘子来带呢 橘子就号称是 柯文哲托儿所的班长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这些财团 因为你不只是要 跟这个财团的第一代 拉关系 他连财团第三代 都已经不好线了 各位有想过吗 你的小孩 你可能要送他去国外读书 或你要让他找得好的工作 可能很多人去花钱 学高尔夫啊 去骑马什么的 可是你都比不上 把你的小孩 放在我们中华民国 首都市长的市长室旁边 甚至有的人呢 只要在市长室 待了两个礼拜 就给你证书 然后帮你写推荐信 你有台北市 首都市长的推荐信 你去国外 你不管去申请学校 去找工作也好 这个是我们 所有人都买不到的资历耶 所以你知道柯文哲 他当然把这个财团的线 他不愿意放给别人 所以只能由他的亲信 由橘子徐子瑜 来负责带这些 正三代的工作 所以刚刚有讲嘛 那这个橘子的工作 是什么呢 他其实就带这些正三代 就每天去喝下午茶啦 去吃好吃的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拍照 都是什么餐厅啦 在那边打卡啦 所以你会觉得说 非常非常的感慨耶 他去创这个实习生的制度 竟然是帮他自己 去拉正商财团的关系 所以当柯文哲 一直在批判说 财团是刀叉吃人肉的时候 他自己不但是成为 那个刀叉在吃人肉 同时他的布局 还布到了正三代 我觉得非常的厉害